不怕炮弹的无人战车来了 在军事领域 无人这俩字就意味着先进 比如现在的无人机 从情报侦察到火力打击 样样都能干 不过无人战车的消息并不多 就算是有 也是给人一种脆弱的感觉 跑得快 但是装甲不行 估计一炮就被炸成了废品 但是以色列不走寻常路 推出了一种新型的BLRMK2无人战车 可以说不怕炮弹炸 生存能力要比同级别的战车高了一个档次 在无人这个领域 以色列算是高级玩家 比如仓路 云雀 黑豹 都是国际航展上的明星 在2022年的欧洲防务展上 以色列 埃尔比特公司又展示了它的新成品 BLRMK2 归类于中型机器人战车 所以各位也可以叫它MRCV BLR MK2战车 样子跟小型装甲车差不多 毕竟都是轮式高机动车辆 身下的六个车轮采用的是液气悬挂的电机驱动 能改变底盘的具体高度 适应更加复杂的地形 可以攀爬1.5米的垂直墙 跨越1米的壕沟 还具备自主驾驶功能 不需要士兵在外遥控 在行车时可以自主规划行进路线 实时探测地面路况 并自动规避路障 同时液气悬挂也赋予了BLR MK2无人战车 隐蔽射击的性能 升起悬挂打黑枪 然后降低悬挂继续隐藏 当然使用这种能力的前提就是具备隐身性能 无人战车的吨位相比有人战车要少了很多 可以电力驱动配合隐身涂料 隐身要比有人战车更容易实现 其主要武器是一座艾尔比特公司 是开发的Mate30遥控无人炮塔 上面则是配备了一门3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 具备自动目标识别功能 可以同时跟踪多个目标并进行优先排序 这点与平常的无人战车相差不大 BLR MK2无人战车最特殊的地方 是配备了铁拳主动防护系统 为车辆作战提供火力和防护 主动防护系统在有人战车上没啥稀奇的 就比如在这次欧洲防护展上的KF-51和EMBT就配备有 但是在无人战车上配备该系统还是第一次 以往的无人战车都是将体积小 机动性高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遇到炮弹的袭击也只是依靠自己的装甲硬扛 基本上就是一种低成本的消耗品 而以色列给无人战车加装主动防护系统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机动性 但是无疑更符合现在的战场 更好的与有人装备配合作战 毕竟现在的战场还是以有人战车为主 为无人战车加装主动防护系统武器 可以使其战场上存活的更久 发挥更多的作用 当然了 作为无人战车火控以及态势感知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方面BLRMK2可以说是无人战车中最顶尖的一个 它的火力控制系统在发现目标后可以自主识别 跟踪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同时还携带了长丁多用途反坦克导弹以及寻飞弹 BLRMK2无人战车对地面装备的打击能力 或许比普通的有人装甲车更强 在装备了巡飞弹后 BLRMK2无人战车就具备了超视距打击能力 巡飞弹数十公里的打击距离能让地面部队发现更远的目标 并能在发现目标后直接使用巡飞弹攻击 这点跟KF-51主战坦克一模一样 万米之外去敌人手机 并且BLRMK2无人战车也有极强的态势感知能力 可以通过扫描智能识别目标物 并及时发现周边危险 引导火力实施打击 BLRMK2无人战车还在车内放置了一架小型无人机 由车体后部的机械臂进行释放和回收 这跟KF-51主战坦克携带的小型无人机一样 能在巷战中深入建筑侦察 比如在巷战中该悬翼机能飞入楼层 对隐藏的单兵反坦克阵地进行侦察 同时BLRMK2无人战车还配备有很高的智能化水平 该车具备多种先进的传感器 能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前沿侦察任务 能在开放的架构下将友人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联网在一起 实现信息共享情报共享 为友人地面单位提供更有效的支援和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 以色列很重视无人机和军事机器人的创新与研发 现有的无人装备很多 基本上可以组成一个套装 天上飞的无人机 地上跑的装甲车和机器人一个不缺 2021年 以色列部署了一种名为捷豹的新型半自主机器人地面车辆 与BLRMK2无人战车取代装甲车不同 捷豹是半自主机器人 用于取代负责巡逻的士兵 该机器人配备了数十个传感器 发射器和远程控制的PA系统 并由电动机提供动力 能够以低温的状态下在边境围栏附近巡逻 遇见障碍物时会自主躲避 它还带有7.62毫米机枪 可以对可疑物体或人员进行远程射击 而针对城市和临近区域作战 以色列还研发了四旋翼无人机 Runtum UAS 它是查打一体无人机 既具有正常的空中飞行侦察功能 还携带了炸药 能随时变成一种空中制导武器 想炸哪里就炸哪里 在目标设定之后 它能自动观测和攻击 如果攻击取消 它还能关闭弹头 而为了援助特种部队和展开户内作战 早前以色列通用机器人公司还研发了一款名为Ruggo的机器人 体积与家用扫地机器人差不多重10公斤左右 采用履带式底盘拥有攀爬楼梯的技能 安装手枪后还可以成为武装机器人用于实战 在之前气球射击测试中 Ruggo做到了一击击重 这些机器人都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部署方面等优势 能够代替人力执行一些危险任务 在军事领域作用颇大 尤其适用于未来战场 对于以色列而言 BLR MKR战车是一款多用途能力的杀伤平台 可以使用机械臂发射无人机 随身携带的反坦克导弹 也赋予了该战车出色的攻击能力 并且将自主驾驶与人工智能 及场景匹配技术结合起来 进行路线规划 具备很好的避障能力 与自家的无人系列搭配 完全可以组成一支不需要士兵的钢铁部队 需要注意的是 现在只要是强国都在无人装备领域进行预言 一架能自主行动自主攻击的战车 谁又能拒绝呢 不过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从俄罗斯天王星 九战斗机器人在叙利亚战场的表现来看 无人战车与其他有人地面单位 协同作战确实可行 但是现在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比如人工智能水平 特别是无人战术平台的 敌我识别和自主执行任务的能力 还需要继续完善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 无人战车什么时候能在战场上形成战力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